好的 感谢余老师这个精彩的讲解 那我们通过余老师的这个讲解 了解了这个执法 是古琴音乐的中心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那下面呢 我们来听听刘亚东老师 王宁社长 会向余老师讨教哪方面的问题 好 有请刘亚东老师 王宁社长 那是先是我来提问 大家上午好 感谢主持人创建这个活动 感谢余老师的精彩 也感谢王宁老师跟我一起来 我很荣幸今天跟这个余老师互动 那么我先提出问题 现在当代的学情呢 大致的可以分为 专业院校的学习和这个民间 社会民间的学习 那么据我的接触呢 也不是很全面的了解 我大概的印象就是 社会民间学情的朋友多数呢 是在记忆这个执法动作 也就是这个简字谱 而不是说 他的音名和音味 说白了呢 就是我们只是记留动作 把动作给他像体操一样照抄下来 然后弹出一个好听的旋律 这就比较知足了 但是你问他 斗人咪在什么灰位 在哪根弦可能不是特别弱 能反应上来 那么在学院当中的习琴 好像有相反的趋势 就是大家都有五线谱 用简谱 简字谱也叫欠缺 好像曾崇岳老师 开大会也提出过这个赏 我希望在音乐院校当中 这个大家多回归到简字谱 那么我觉得您的这个著作呀 就是《月之山母琴练习曲集》 对于这两种学习思维的沟通和融合 是有一定开创意义的 所以我拿到 当初拿到这个书稿之后 我也很感动很激动 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想法 跟您是 这个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那么现在想请您具体的谈一谈 这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也就是说学琴 一个是民间的偏向于 这个寄动作而不是寄音 学院的可能是寄音而不是寄动作 甚至有些学院的琴家认为 可以忽略简字谱 那么请您谈一谈 和这二者的区别联系 以及二者结合的意义 谢谢您 好 谢谢刘亚东老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也非常同意您对琴界的现状的一个总结 我认为确实这两者 应该说不可偏废吧 应该是不可偏废 两者都应该重视 实际上古人也是非常 古人弹琴也不纯是记忆动作 不纯是 就是我把它称为肌肉记忆 不纯是肌肉记忆 因为你看每一本古代的琴谱 开篇的时候 它都是讲这个绿制 讲这个玄弓转调 然后讲这个 它用的当然是 用的是黄中大鱼太促 这些林中 这些用这些术语 然后那么我非常认同这一点 我在这个书里面 那么我也试图把 中国传统的音乐语会 把这种黄中大驴这些语会 跟西方音乐的这种 CDEFG这些相匹配 同时把这种工商觉之语 跟Doremi Sola 这些进行一定的这种对应 那么我们的古人 实际上也是很重视这个理论的 很重视这个因为 每一本古谱前面 都会讲这个 会列一个表 而且会写这个 这个黄中宫的时候 后面几根弦 各是什么音 那么林中宫的时候 后面这个几根弦 是什么什么音 都有 而且会很深入地探讨 这个不同的灰的这个位置 哪一个灰是二分 哪一个灰是四分 哪一个灰是三分 哪一个灰是五分 哪一个灰是八分 这些都探讨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认为 我们即便是要遵循古人 也要重视 作为民间的习琴者来说 因为其实民间习琴 对于我们就是明清以来 是一个大的 主要的一个这种 这一古琴传统的传习者 那时候也没有音乐学院 是一个主要的传承方式 而这些我们身兼的这个民间的这种传承方式 或者是这种古代大部分是文人了 文人的这种传承方式 也是要注重这个一位音名这些的 对于现在的学院来说 我认为确实有这样一种趋向 也就是说呢 他们就是自觉不自觉的会把古琴跟其他乐器相比 比如说古琴跟二胡啊 跟小琪琴啊 跟钢琴啊 别的那个乐器上面 就是可以就是有这个音阶啊 什么的这些 我们是不是也要也要有这样 别人别的也许有试奏 我们是不是也要意图达到这一点呢 可以 可以这样做 但是当他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 他必须意识到自己牺牲掉的是什么 用五线谱加弦号 就可以谈古琴的时候 你舍弃掉的是对于音色和音质的定义 因为也就是说 你确实一个弦号加一个音高 确实可以可以把这个音确定下来 但是具体这个音怎么弹呢 是用大指音弦还是用无名指音弦呢 还是我说我用掐起把它按弦呢 还是我用焰的方式取这个音呢 这些不同的取舍 他发出的音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音高是一样 但他发出的音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 而这一点是学院派所忽略的 就是包括有一派认为就是 音高加学院号就可以代替简字谱了 那么假如他知道自己追求什么 知道自己牺牲了什么 这是完全可以的 也就是说他追求的是音和指的快速对应 这样也许可以达到试奏的目的 或者很快的跟管弦乐队合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但是他舍弃的是对于古琴音色音质 甚至这种取音方式的这种多变 还有这种施法的这种表现力 他舍弃的是这个 他把这个舍弃掉了 我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一方面就是要摒弃这种 纯粹肌肉记忆要达到一种上升到一种理性的认识 那么另一方面呢 又要注重对于古琴这种取音方式多样性 以及执法表现力的这样一种表达 这就是要立足于简字谱 所以的确像刘亚东老师说的一样 这本练习曲集他要想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那么底下都有简字谱 而上面的那个五线谱呢 只是就是给你规定一些节奏 告诉你大概的这种音高 可是简字谱还是这个练习曲的灵魂 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对于古琴这种全方位的理性认识 尤其是他所擅长的这种音质音色的多变性 这种认识 谢谢 好的 谢谢李亚东老师和余老师 那那个汪宁社长呢 您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余老师 是这样 我最开始拿到余老师这个数 我觉得真是脑洞打开 我想到了很多事情 首先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喜欢饭听一些音乐嘛 就不同民族的 当时呢也听莫扎特的呀贝托芬的 因为大家知道莫扎特只有活了35岁 但是有600多首作品 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能够这么高产 后来我听来听去呢 我就发现他的曲子 他作曲上是有套路的 就是他很多曲子你听来听去的 他是大块大块的模块 然后在里边会 这不同的作品里边同会的出现 我暂且称之为套路吧 后来呢我们 因为我是学通信的 后来学C++编程 编程的时候经常是一个程序 要完成非常复杂的一个功能 但是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序 怎么去做呢 后来我发现实际上是要做函数 要做不同的函数 然后呢这个把不同函数呢 在这个一个主函数里边组合 然后呢就相当于把这个大的功能 分解成各个小的功能 而这些函数呢 在不同的程序里边都可以去用 后来我学古琴的时候 我也听很多古琴音乐 我发现古琴也是这样 就是说它里边 你听不同的琴曲 经常是有一些不同的模式 它不同琴曲中反复出现 它好像是一个整块的居目一样 然后可以达成不同的琴曲 但是当我读到于老师的这个书的时候 我很多东西我就会更明白了 因为于老师呢 他做了更加详细的系统化的总结 包括对云啊 对绿的定义 对这个勾条保留纸的原则 八度关系的总结 练习曲和琴曲的这些关系 我觉得这个特别系统 所以我特想跟于老师问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结果是吧 因为我觉得学习最重要的是一个方法 掌握这个方法 就是我知其然 我还想知其所以然 所以我想问问于老师 就是说从您 因为最开始您是学梅安琴曲 梅安琴曲 梅安派可能就十四首吧 梅安琴曲十四首吧 然后从您学传统的梅安古形 到后来做这些总结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历程 谢谢于老师 好 谢谢王宁 关于这个问题 我自己我就把简单的就是说一下 我是就是怎样萌生出这样一个 编这套古琴练习曲奇的这样一个想法吧 其实最初的动机非常简单 那么我在学琴的时候呢 完全不是这样学的 我的老师是非常老派的 就完全是对谈 他上课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的 就是在那谈 你就模仿 你跟得上就跟得上 跟不上下次再说 谈几遍以后你自己回去琢磨吧 而且我学琴的时候也没有录音 也没有录像设备 那时候没有这种智能手机啊 还可以就是把这个就录下来很简单 甚至我听说到现在 吴自营先生都不让学生录 他说你要录了以后 你就不会努力的去思考了 你就不会上课的时候 不会那么集中精神的来盯着我的手来记忆了 要训练你这种能力 所以我当时学琴的时候呢 就完全是一种口传心受 完全是一种模仿 有点像画画这种临摹 那么老师在那画 你就看 看完了以后你就回去照猫画 就是就是去画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后来我在开始教琴的时候呢 也许也是因为我这个环境比较特殊吧 我最初有几个老师 有几个学生 就是是属于那种不会讲中文的 那么就是在美国这种环境下 说英语的 给他们教就非常的头疼 那么让他们要认简字谱 怎么办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写一些练习曲 比如说这个练习曲 你把它弹熟了以后 你就记住了散字怎么写 那个草字头 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散 记住这个草字头 它是空拳 那都要花一番功夫 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是要单独的记的 那么就是通过练习曲呢 他在发量的时间来练 同时练的时候 他盯着这个练习曲 弹完了以后呢 比如说弹完第一首 他就记住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记住了勾这个执法的写法 记住了挑这个执法的写法 记住了散这个字的写法 最初的这种动机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后来呢 我就想这个 给他们来说 要讲求一点这种 这种逻辑 第一步 好的 你学会了这几个字了 那么下面 我在这些字上 我不能一上来 就给你加太复杂的 加一个轮字 让你去学轮值 那也不现实 凭空多了一个东西 就只能在前面 已经知道的那些上面 比如说开始做各种组合 这种散音的勾挑 做隔弦的组合 或者是隔二弦的组合 这种 然后就发现 他们也容易接受 OK 他知道了 隔一弦组合 这是一个纯四度 或者是大三度 那么隔两根弦的组合 就都是纯五度 完全就是一下子就 跟他那种音乐体系 也完全对应上了 在后面 在这块基础上 再加一块砖 加左手的 告诉 让他们去认识 这个大字怎么写 名字怎么写 怎么加 在这个基础上 就发现了 这个隔弦八度的这个问题 这些东西就出来了 上行 上行的时候 隔一弦是在九灰 下行的时候 隔一弦是在十灰 然后如果隔二弦 恰恰相反 上行的时候是在十灰 下行的时候是在九灰 这个规律有一种美感 大家不觉得吗 这个规律有一种 非常好的美感 隔一弦的时候 上行 在九灰 或者八灰半 那是一个特殊的 下行的时候是在十灰 而隔二弦的时候 上行的时候在十灰 下行的时候在九灰 这本身这个规律 本身就是有一种 很强烈的美感 学生学起来也非常容易 他一下子就发现了 这个规律非常好 记住了 然后而且容易学 那么最初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目的 那么后来呢 在这个写的这个过程中呢 慢慢的就发现 这些规律本身是很美的 这些规律 不是说弹出来的音 不用说 弹好了很美 那么就这些规律 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发现了这些规律以后呢 我就会觉得 这里面有一些线索 有一些线索 比如说归位是一个线索 那么执法组合是一个线索 我们可以列一个表 灰位在横着写 各种执法组合竖着写 它们交叉的那些地方 就出现了很多交叉点 各种组合的交叉点 而这些当这些交叉点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会用这些交叉点 配对 去看审视我们的传统的曲子 你发现传统的曲子里面 好多交叉点用的特别多 有的交叉点根本不用 这时候你就会想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下呢 用一下的话 你就发现 它是一种新的一种尝试 一种新的一种组合 这就是我觉得概念的重要性 概念非常重要 因为概念 一旦有了一种概念以后 有了逻辑性的概念以后 你就可以不但可以用它来分析已有的 还可以用它来创造未有的 因为有了概念以后 你就可以自由组合了 所以那么这个练习曲集里面 基本上前三十首都是总结已有的 后面的好多是 就是古谱里面用的比较少的 或传统曲子里面用的比较少的 就是等于是把一些 在过去这线索之间并不经常交叉的 就是结合的这样一些东西 结合起来试一试 看它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最后就是出现了这样一本 练习曲集就是王宁老师所说的 就是它一些总结 我们这些总结 它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而这些规律性的东西 对于我们学曲子 打谱都是有好处的 谢谢余老师 好的 那我们看看刘矮东老师 还有什么问题呢 刚才余老师考虑了 刚才余老师提到了说 这部书的前三十个曲子 是比较基础的 那么想请您具体的说一说 这部书一共是五十六部练习曲 这些曲子的难易程度如何划分 建议初学者练哪些 有一定基础的从哪儿 可以继续提升 或者说哪些人有移植的想法 移植一些新乐曲 甚至是作曲 哪些练习对这些个移植和作曲 有指导意义 总之呢就是 这五十六个曲子的一个划分吧 我请您具体的讲一下 谢谢刘矮东老师 好 谢谢刘矮东老师 对 确实是 那么从基本上从第一首到第三十首呢 基本上是从从意到难这个安排的 所谓从意到难不纯是技术上的 也有就是说 它在传统曲目里面用到的多少 用到的多少 比如说就是前面的曲子 大部分都是 执语工商爵执语这样一个定权 也就是所谓的正调定权 我管它叫中旅君 说中旅运 不过我有时候我就是故意把它读成君 因为我这里面用这个概念 跟传统里面说的运 七生为运 五生为调 这个不太一样 我是用它来指定弦 所以请大家原谅我 我就把它念成君吧 就是正调中旅君 这个 那往后呢就会慢慢的出现一些不太常用的定权 不太常用的定权 比如说用到临终军 也就是 绝指 绝指语 工商 绝指 米骚 拉斗 蕾米骚 这样一个定权 这用的很少 这些到后面 所以它这个顺序安排也有这方面 先从常用的定权开始练起 然后再到后面 不太常用的定权 那么前一到三十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我认为如果对于对于这种移植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对移植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移植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移植实际上是一个把这种旋律赋予执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当你当你熟悉了这些音位以后 这些所有的这些联系曲对于这些音位都有 当你熟悉了这些音位各种组合可以发出什么样的旋律 可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的时候 那么就是对于你把这个旋律赋予执法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 当然我觉得移植 移植的好的话 它就是要考虑到古琴固有的这种声音的特点 就是它不会像其他这种线性的乐器 线性的乐器 我指比如说像弦乐类 弓弦这种乐器 它的一个音可以托韧异常 它不会削减 在这过程中削减像二胡 还有像提琴类的这种乐器 跟那个不一样 所以在对移植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那么有的长音你怎么处理 长音就可能会需要用到 比如说我前面说的这种隔弦八度的这种方式 你找到了一个以后 那么这一个长音你就需要通过其他一个低音的这种低音来实现 给它烘托出来 就是所以应该说是对移植 就是所有的都是有帮助的 当然弹的越多以后 你就发现就是各种组合的这种方式就多了 你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这种选择的需要了 而后面从31到56首呢 就是有很多执法组合 就是对于我们 比如说想有一些新的这种 新的这种 新的这种 声音的探索上 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比如说它里面有这种双音的这种走音的训练 就是这种两个音 我们平时这种 我们的平时小撮 小撮一般都是一散一按 小撮 同时两个按音的撮音本来就很少 在传统曲子里面 两个按音的撮音也很少 这种 那么两个按音以后还要让它走音 同时走 就更少 但是这个其实是可以有的 是可以有这种双音的这种走音 所以后面有专门的这个训练 因为双音走音就非常复杂了 你两个手指都要照顾到了 一个手指可能要进到八灰半 另外一个手指进到七灰六分 或者一个手指从十灰进到九灰 另外一个手指是从八灰半 进到七灰六分 这样一些如何实现这种音的精准 同时 就是也可以经过一些训练 那么如果这些能够 也做到烂书于心了 在写曲子的时候 就可以写出这种双音的这种旋律 这也是有一种可以做到的 这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后面的一些练习曲 对于新音乐的探索 它的作用 所以我就简单地说这几点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我替刘亚东老师来提个问题 因为刘亚东老师是 我们所熟知的 古琴专业的教员 其实刘亚东老师 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一个造语 就是这本书 这古琴老师具体的怎么使用呢 李老师 好 谢谢李老师 我认为就是 比如说像就是刚入门的时候 应该是主要是在前十二手 就第一手到第十二手 这十二手呢 是训练一些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 是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假如你不把这个掌握了以后 后面的那些都是空中楼阁 所以对于刚开始学琴的朋友 从第一手到第十二手 要下功夫把它 就是让它 我用一个词叫做内化 就是把这些要变成内化 变成你的一部分 就是你上去以后你就知道 就一下子就到了那根弦上 你就知道出这个地方 就是跟它合起来的这样一个音 就达到这样一种程度 同时那里面有一些单独的 对一些执法的训练 比如说我忘了练习 忘了取己了 有一个是对轮指的训练 很多人谈轮指呢 往往就是没有节奏 它的轮指三个音 啪啦啪啦 劈了啪啦就出去了 就是这样啪啦一下就出去了 这个其实是不好的 就是说轮指它是要有控制的 那么那首练习曲里面呢 它就是从 从简单的开始 比如说从低的音 你勾一以后 然后在轮一 这个时候你的手 就有一个着落 你的手是在二旋上 一个一个的出 很慢的 这是轮指要训练的 轮指在曲子里 确实一般都很快 但是在开始练的时候 必须要慢 要赋予它这种 这种节奏感 所以它就是从异到难 那么一开始 然后再去加上这种 那么这个时候 当你练过那种 把手指练匀了以后 通过前面一段 把手指练匀了以后 那么后面这种快的轮指 就会 即便是再快 你也能听出颗粒性来 那么这种颗粒性 对于轮指非常重要 同时 其实比如说 它没安排 有很多轮指 它并不是均匀的 它是带节奏的 比如说 观山乐 我弹第一段的时候 那个轮指 我就不是匀出的 是给它一定的节奏 它是有 它是有浮点的 它是有负点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是 必须要经过 把手指练匀了 这个过程 让你对于轮指有控制 那么 这都包括在前 前十二手里面了 它有些非常具体的 按部就班 让你对于一个执法 掌握的非常牢固的 这样一些方法 再有就是 比如说所谓的戒调 那么我练习曲十二 就是在中旅军上面 弹黄中调 也就是所谓的正调定弦 我们不是按照 sola dore mi sola 而是按照 dore fa sola dore来谈 其中三旋的空旋 实际上是一个清脚音 也就是发 这样一种 里面有专门的曲子 就是让大家开始 进行 适应一下这种 异军调 我管它叫异军调 那么同军调 你在正调上面 弹sola dore mi sola 这叫同军调 你在正调上面 弹do re fa sola dore 那就是异军调 对有一个初步的尝试 而到了后面呢 而到了后面 就开始有 更为复杂的了 就是远关系的 这种转调的 这种训练 到了后面那些 那些在三十 有时三十手以后 就开始出现 更为复杂的 不是单单的 这样一个过程了 总之入门班 从一到十二 就是把它练扎实了以后 基本的一些曲子 像秋风词 秋风词 观山乐 那么这些曲子 都可以弹了 另外里面有 这种不同定弦的 这种训练 就是可以有 针对性的 学某些曲子 比如说 练习曲十八 你在学凤球王 风雷尹 秋江夜博 这些曲子的时候 就可以专门的 去练那首曲子 因为它是黄中军 也就是工商 绝职与工商 这个定弦 而二十四 二十八 它是无业军 无业军 也就是 Remi 这样一个定弦 所以你在学 比如说 玉楼春晓 阳关三叠 甚至你程度已经很高了 你开始弹 肖香水云 你在弹肖香水云之前 把这个练习曲弹一下 你就会发现 你后面的那个曲音 都不会错了 因为它这个是锦舞的 这样一种 一种定弦 诸如此类 在每一首练习曲后面都有 都有写 就是说 它对于你练习 哪首曲子 哪种定弦 是有 是有帮助的 那么 同一定弦的 不同调式的训练 就是里面的曲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 有这方面的 还有一些就是 变化音的训练 变化音在 尤其清代的 流传下来的谱子里面 非常少见 但是在明代的谱子里面 还是很多的 另外 如果你谈 工医老师的春风 工医老师的 这个楼兰伞 什么的 那里面就有大量的这些 用到这种 变指 变弓 轻角 所有这些音 就出现了很多 那有的练习曲 比如说练习曲29 练习曲46 就非常有针对性的 练习这些 让你去找 在暗音 这些变化音 在什么位置 泛音 这些变化音 在什么位置 武琴的泛音 可以弹出 大量的变化音 大量的变化音 都可以弹得出来 声发 息 这些声多 这些音都有 有的 那么 有点兴趣 去训练 那么 所以它可以适合 不同程度的 习琴者 谢谢 好的 谢谢余老师 谢谢余老师 那我明白了 比如说 那第一步呢 是要把那个 取一到取十二 练习的滚瓜乱熟 好的 黄敬老师呢 您那还有问题吗 练习曲 就是实际上在西方 练习曲是一个 有重要地位的 比如说小提琴的话 我知道有开赛练习曲 有帕格尼尼练习曲 是吧 学钢琴的话 比如低端一点的 有赤尔尼钢琴练习曲 高端一点的 好像像肖邦练习曲 但是他们这些练习曲呢 就是我们能够听到 比如说比赛 上台演奏 还能有CD 都听到 那么练习曲呢 我就感觉是 比较新鲜的一个事物 传统上基本上没有 可能肖邦操 算是一个练习曲 是吧 但传统上很少 能够见到 所以我想知道 余老师呢 做这个骨琴练习曲 在他推广过程中 有没有受到 比如说传统 或者是所谓的一些阻力 另外呢 我就想问问余老师 就是在您的 这个练习曲集里边呢 有哪些呢 是比较有 这种演奏性 可以上台去表演 然后我有一个小的建议 就是能不能 做一些这个录音啊 CD啊 上传到网上 或者说这个 这个发行出来 然后让更多的人 能够听到 因为很多人是因为听到 所以才去学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宁老师 就是你这个说的太好了 我非常同意 我认为 就是练习曲啊 曲子啊 这些 我们套用一句 那个佛家的话吧 就是不应该有分别心 那么你 所谓的 就是曲子啊 和练习曲这些分别 完全是一种 人为设置的一种障碍 我也完全同意 那么 练习曲实际上 它有很 很大的这种发展空间 可以有一种 有一种表演性 这是完全 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里面 确实有几个曲子 是适合演奏 如果 如果王宁老师 要弹的话 我非常感谢 你如果弹出来 然后录下来以后 我想我听了 会非常开心 比如说里面 练习曲42 练习曲45 46 47 练习曲50 51 这些都是有表演性的 那些 有表演性的那些 就是 明显有表演性的那些 其实每一首都有表演性了 像我刚才弹的这个 没有 我觉得没有表演性 但实际上弹好了 也是很好听的 就是这种 把它各种组合 哗哗哗的 行云流水的弹下来 也是很美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 有表演性的 我在上面还起了一个副标题 就比如说 有一首是训练那种 泛音 快速 匀速的泛音的 我给他起了一个副标题 叫做 叫做 浮游 就是取这个 十五国锋里面的 那个 浮游之语 我忘了什么 后面 就是这种 有点那种意象 有点闪烁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首 我觉得那个音响 有点像那个 钟声滴答滴答的 那种感觉 我给他起了一个副标题 叫做 时钟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看到 还有一个叫 野有曼草 也是它的 很多旋律 是跟 诗经里面的 野有曼草 是 是 是 剧法那种 相合的 加了副标题的 就是 有一定的这种 有一定的表演性 而且那些 往往有的是 里面有一些 探索一些 新的执法组合 你比如说 那么传统的曲子里面 往往是 先是大段的这种 大段的泛音 然后后面 散音和暗音交替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 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把这些 让它更为交融一些 就是走音 在走音的过程中 加一些泛音 走音的过程中 加一些散音 这样造成一些旋律的交叉 所以在我说的几个 有表演性的里面 它往往是在做 这方面的探索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些 一些 一些节点 我觉得有一定的表演性 而且给我某种意象 我就给它起了一个标题 是可以谈的 是可以 希望吧 希望就是 大家也能觉得 是好听的 我非常同意 我认为 就是 完全可以 练习曲 应该有 有这种 开发它的这种表演性 表演空间 那么在传统曲子里面呢 除了王宁老师说的 这个先翁操 那么很多这个 古谱里面 前面往往都有一个 有一个叫公义 或者商义 纸义 或者叫 黄中义 带义字的这些 这些短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看古谱的时候 它往往是 你如果 如果它那上面没有写 后面这首大曲 是用什么定弦 你就弹一下那个 它紧跟着前面的 那个某某异 这首短的曲子 它就是告诉你 怎么定弦了 基本上 如果 那么 如果它的八辉半 是出现在 出现在五弦 那么 它就是一个 正调 扫拉 抖 蕾 扫拉 的定弦 如果它的那个 八辉半 是出现在 五弦和七弦 那它就是 扫拉 抖 蕾 扫拉 的定弦 你就要紧五 在弹后面这首大曲 那么 有的古谱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 它就 它就告诉你了 它就要告诉你说 比如说 慢三弦一挥 它写了 那我们知道 这个曲子是慢三弦的 可是有的谱子里面 它不写 不写怎么办呢 如果它前面 有一个某某异 那个某某异 有点像一个小练习曲 你弹下来 某某异 你就能够 你就能够 琢磨出来 后面这首曲子 它是什么定弦 因为古人 这个术语也不统一 有时候你拿到 一个生的谱子 它说这个是商调 它说的这个商调 跟你理解的商调 不一定一样 跟另外一个派的 商调的定弦 也不一定一样 具体它是怎么回事 看一下前面 那个某某异 往往就能够想出来 而这个古谱里面的 某某异 就有点像小的练习曲 当然它不是说 像我这个是 关注于执法逻辑 它往往是 给你确定 某一个曲子的 一个定弦 以及这个里面 有点像 这个我说的 那个第二个母题 就是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这种 基本上都是这种 八度的这种关系 让你去找 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所以古谱里面 也不是完全没有练习曲 只不过大家都 不这么去叫它 就是 我认为古琴应该 重视练习曲 就是还是那句话 它可以理性化 我们的思维 同时可以让我们的弹琴 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谢谢 好 谢谢刘老师 好 谢谢刘老师 好的 哎呀 我们这个时间 真快呀 那个 这样 刘老师 您那儿还有问题没 我看 我原来打算 要提问题 还有哪些啊 其实也没有太 那就提一个问题 好吗 好的 您可以提两个 提两个啊 那就是 对于琴曲的创作 当这个时代中 很多前人的 智力的地方 有的人智力 严习鼓曲 有些人开发移植 或者自己去创作 或者在演奏形式上 有各种创新 这个呢 就是 人格有志吧 那么想了解一下您的一些看法 就是对琴曲创作的认识 以及您这个著作 对于琴曲创作 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就是只能谈一点我自己的粗浅的认识 因为我觉得自己水平还很低 所以说出来的 是拿出来是供大家批评的 这是我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想法 就是从我个人的这种看法 我是认为 那么 我是认为古琴的创作 一定不能是一种 像其他乐琴那种创作 是作曲家不弹琴的人 在那儿脑子里想出一个旋律来 然后 那么演奏家就可以去把它付诸实施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行不通的 完全行不通的 原因就是 古琴 他的音乐 不只是旋律 不只是旋律 一个在旋律上看起来 写在五线谱上看起来非常平淡 什么都不好的一个曲子 你用古琴一弹 非常好 原因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古琴它不光是旋律 不光是节奏 不光是和声 而和声呢 就是在古琴上面有丰富的和声 只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平时不注意 因为你加了散音 实际上就 这里面就有和声了 那个散音一直在那儿震动 就是这种一定行不通 因为古琴他的执法的逻辑和他特有的这种音质和音色的这种特殊性 所以一定要把这种执法纳入到设计中 纳入到作曲中去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 古琴的作曲一定是一个构思和这种试奏 这种一种反复交叉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在脑子里想的很好的一个东西 你放到古琴上 它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古琴这个 这个一个音的 它的停留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当在上面走指的时候 它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 你想的挺好 这用一个这种连音弧把它连起来 你到后面可能它完全都没有了 在这个音上 它跟那种线性的乐器 小提琴 你一根线把这几个音串起来 演奏家就可以把那个音一直拉到底 可是如果一个作曲家 他这样做的话 很有可能在某些部位 你这个音到后面 它就听不见了 这是要充分考虑到 而同时 那么作曲家没考虑到的一些东西 它往往在古琴上会出现 这就是由于古琴这种 执法的这种独特地位所确定的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就是说执法设计纳入 而这个执法设计 不但要配合声音 这个音乐的这种情绪的转捩 同时也要就是考虑到 古琴这种音的这种长短的 这种各种停留的这种方式 要把这些充分到 充分考虑进去 这是我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跟前面一点是相关的 就是要突出古琴特有的 这种执法逻辑和音乐思维 也就是说 要充分把这个音色考虑进去 音色和音质的这种变化 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你要发挥它的这方面的特长 就是在五线谱上看着完全是平的 就是同一个音在那不断地重复 假如你设计用不同的执法 在不同的弦上 用不同的执法来实现那个音的话 它可能出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声音 这一点要充分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 就是除了音高和节奏之外 要把这个音色和音的质感 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个作曲里面去 第三点我认为就是 不能模仿其他乐器 就是要看他自己 所擅长这种能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有时候会批判 那么在古琴上弹出针扒之音 针扒之音 那么在古琴上如果你是 就是在同一个弦上这样子来回 出现这样的一个音 是它可以 你也可以 你如果脑子很快 神经很发达 你可以把它弹得很快 这都是可以的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 琵琶可以做得比你更好吗 那你怎么要这样做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舍尽求远 就是牺牲了 就是把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让自己去做 最后就是变得不伦不类 我觉得要去除这种思维 一定要发挥古琴所擅长的这种东西 那么古人说 就是批判这种古琴上弹出针扒之音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就是你非要说是 就是模仿琵琴那种 用这种长的轮指 发出那些滚音 那么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并不认为 它是古琴所擅长的 我也不认为就是说 在古琴上这样做 是发挥了它的这种优势 这是我就是想说的 想说的一点 现在一些作曲家 我非常喜欢的 像公益先生 李祥廷先生 陈公亮先生的一些创作 甚至有些被大家忽视着 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 徐立孙先生写的那个宫舍之春 那么这首曲子是被它的题目给耽误了 大家现在可能不太喜欢这样的 一听古琴就喜欢古琴 要非常符合这个古人的那种意境 宫舍之春显然带有那种大跃进的那种色彩 可是这首曲子其实是很好的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一首曲子 里面有很多新东西 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就是 我也很欣赏就是 就是当代做的各种各样的尝试 在这里就是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点 一点点看法 感谢于老师 谢谢 那感谢于老师的这个警察 王宁 再美 那我赶紧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也会遇到 我们现在有很多学琴的 就是中老年朋友 甚至退休 他可能对琴 他不需要太多的精进 他就是一个陶冶情操 弹个一两首曲子 夜晚的时候 让自己舒服一下身体 身体那个调 调节一下身体身心就好 我想问一下 对于这些人 余老师 您练习曲的 对他们有什么现实意义 或者说有 对他们的这个学习 有什么建议 意见 好 谢谢王宁老师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 练习给你自由 练习曲 练习曲给你自由 这是我想说的 那不管是 大家是想 可以 我觉得 这个目的是非常纯正的 我觉得这个目的 实际上比那些想要 就说我要成为一个演奏家 就是还要纯正 就你说的这一部分 就是大家想要弹琴 乐乐 实际上这恰恰是古琴 非常纯正的一个目的 古人就是这样的 古人就是弹琴是为了语己 是为了让自己 是为了是为了陶冶自己 而不是为了去取悦于别人 这个这个这个目的 是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我认为 非常崇高的 但是 要愉悦自己 我认为你跟这个完全是不矛盾的 跟练习曲完全不矛盾的 因为练习曲让你不仅可以谈自己喜爱的 已经有了的声音 还可以让你发出自己发出的想象中的声音 你有了这个理性化的训练以后 你可以自己去自由的组合 自己自己去弹出自己想弹出的一些一些声音 我想这样这样一个 也是也是也是乐迹 让自己 陶冶自己 让自己 让自己心情舒畅的一个方式之一 同时 同时很重要 它会让你学那些曲子 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难 而且会不容易忘 因为当你有了这些理性化的认识以后 你要是纯粹是用肌肉记忆 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把它忘掉 那是一个非常苦恼的事情 自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学了一首曲子 结果出差一个星期不谈 回来以后就谈不出来了 还要重新去学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可是假如你用一些 经过一些理性化的去分析以后 你会发现不太那么容易忘 不太那么容易忘 因为这里面有规律 而这一点 不管是语己还是动人 都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跟你所说的 这个是可以并行不备的一个事情 谢谢刘老师 我觉得受测词 好 那那个刘老师 您那还有问题 我知道 没什么问题了 刚才想的基本上都问了 我就谈几点我在想 今天通过 听阅的讲座 疑问 的一些个感受 就是 这部练习曲集对我们的帮助 还是很有帮助的 不仅是对于西弹鼓曲 以及对于大家很感兴趣的移植 以及自己想弹出自己内心的声音 都是有很大功夫 它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对待鼓琴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很希望 于老师能够 今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能够录制唱片 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这一点 让我们大家在这个感性上能够听到这个声音 激发我们做这个 就是利用这个书来做练习 我想呢 将来我是 肯定有 有时间有条件的话 愿意认真的来练习这部书当中的作品的 感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谢谢 也感谢刘亚东老师 王宁 你那边有问题吧 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前段时间在北京大学 参加一个他们的课程 他们是也在想调研一下 这个鼓琴的一个全球化的进程 所以我也替同学问问一个问题 就是希望 因为宇老师是在美国 能不能聊一聊 鼓琴在美国的一些发展现状 还有美国 谢谢王宁老师 就是我自己只能谈一下 就是我熟悉的一些地方 因为 因为就是美国也很大 就是有 应该有不少情人的 我自己比较熟悉两个地方 一个是 就是东西两海岸 一个是西海岸 西海岸主要是西雅图 那么一个是东海岸 就是波士顿 纽约这一带 基本上 可以分为两类 弹琴的人分为两类 一类是华裔 一类是非华裔 那么华裔的 弹琴的呢 自然就是会 多多少少是会说中文的 那么他们学琴的方式就是跟国内有某种相似 比如说他会读中文 他对于简字谱的认读能力就会比较强 就是中国留学生 那么这个就跟在国内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这些人呢 他们会讲汉语 他们就是 就是也是来自于来自于各行各行各业吧 非华裔的呢 就是也可以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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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类 那么非华裔的 有一部分非华裔是会中文的 你比如说像唐世章 他会中文 他他弹琴 他主要是会 他读写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是读写古文的能力 比读写白话文还要强 属于那种 另外一种 还有确实有不少不会中文的 就是非华裔的人 他们也在弹琴 那么这里面的呢 就是像就是纽约 有Steven Dido 然后在俄勒冈吧 有叫Jim Binkley 这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些 他们他们的中文都不太中文都不行的 但是呢 他就是专门针对古琴 他还是剪字谱什么的啊 对于这些还是都认读能力 还是很不错的 圈子比较小 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 也都知道在在这边弹琴的人 那么在华裔的这个学生 华裔的这个弹琴的圈子里面呢 没安排在在在美国 确实是有很很大的一个覆盖 覆盖力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最早弹琴的那批人 是从台湾来的 那么台湾呢 好多人就是吴宗翰的学生 吴宗翰是徐立孙的学生 那么吴宗翰就是把美安派带到了台湾 后来就是在我们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呢 就是有台湾人到在美国的华裔 基本上就是台湾人香港人比较多 所以这部分人里面呢 有一部分是吴宗翰的学生 也有一部分呢 是吴宗翰的学生的学生 就是吴宗翰学生 比如说唐建元王海燕 王海燕他也叫了一些学生 在这边比较多 还有一 还有一波是就是 台湾有一个叫袁中平的 那么袁中平他是跟 我们吴门的吴兆基学过琴 所以他有不少学生 主要是在通过纽约琴社 那么那边基本上是传承的 这个吴兆基到袁中平 这有一系 在西雅图就是我归属的这个 就是属于吴自英先生 吴自英他师从的老师比较多 但是他对美安派的继承是比较全面的 他的老师就包括像王吉如 也有徐立孙 徐立孙也曾经跟徐立孙学过琴 那么他其实同时还 还继承了这个俞山吴派 因为他跟吴景略也学过琴 然后跟孙宗鹏也学过琴 所以吴自英老师谈的美安派里面 就已经柔和了很多 很多这种俞山派 俞山吴派的这些手法了 有很多 就是比较优雅 就是不像那个徐立孙 谈得那么快 那么迅级 跟徐先生的那个美安的曲子 谈的曲子都一样 但是基本上要慢一些 家的银挠住更多一些 这是我熟悉的 就是 另外我知道在加州那边 有李祥廷老师的学生 在那边有一个北美琴社 那么他是李祥廷老师的学生 在那边有教了很多学生 有很好的影响 这是我比较熟悉的 在西雅图就是吴自英老师 另外 那么我的学生里面 就是也是既有华裔的 也有非华裔的 现在是以华裔的为主 那么非华裔的那些 就是不会讲中文的学生 就是一开始触发 我写练习曲的那些学生 他们对古琴的这个兴趣 是来自各个方面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是 音乐系学指挥专业的 学指挥专业的 他就是对于各个地方的这种音乐传统 都想熟悉一些 他是跟我学过一段古琴 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说学东亚研究的 非华裔的 那么这部分学东亚研究的学生 虽然非华裔 但是他们中文都是 都是他们的必修的第二外语 所以他们对中文也是 也有一些了解的 所以东亚研究 有些是从文化研究 比如说东亚研究方面的学生 是从文化的方面 对古琴感兴趣 而作曲指挥方面的那些学生 他是从音乐的角度 对古琴感兴趣 另外华裔的学生里面 就是方方面面了 有几个学生 是学中国文学的 那么也有是对国学感兴趣 虽然自己从事 不同的那种职业 但是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 比较感兴趣 基本上我所了解的 就是这几个方面